减脂期一定要注意好以下几点 你不看你真的可能会后悔 特别是第四点 敢拍脑子打球吗 一 压根不存在什么最好的有氧运动 你做爬扑 爬楼 慢跑的任何一种有氧 只要能达到最佳燃脂心率 燃脂效果都一样 你用220解决年龄乘以0.6和0.8各一次 得出的那两个数就是你的最佳燃脂心率区间 我真打 二 不要信什么5分钟HAAT的消耗 等我半小时慢跑的消耗 还有什么全世界公认受阵收纳的补课动作 这些都是不要流量的骗局 纯扯办 消耗脂肪比较快的方式就是空腹有氧 三 如果你什么都不在乎 就想快速受体重 那你就每天早起晚饭前各做50分钟空腹有氧 真的 掉的特别快 如果你想保留更多小破肌肉 让自己更有情的减脂 那你就在吃够足够蛋白质的基础上 每天早起40分钟空腹有氧 加下午一小时力量训练 加力量后40分钟有氧 没变化快过来我打车包 四 不要想着快速减脂 特别是大体重的哥们姐们 快速减脂很大个率会做成皮肤松弛 而且是不可逆的 不信你拉倒 先拉